來吧 嘿,大家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幾個 幫助我們GoPro在拍攝的小技巧 那麼我們都知道我們的GoPro 在低高昏環境下表現得非常不好 主要是因為它本身的感光元件就不大 不代表完全沒有任何解決方法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帮助我们GoPro 在低光源环境下拍摄的小技巧 OK 第一是调整我们的拍摄速率 我们的拍摄速率除了平常可以帮助我们拍摄一些很酷很屌的慢动作影片之外 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光元件所接受到的光线 如果我们使用高拍摄速率的设定值 我们的感光元件所接受到的光线就会比较少 画面也就会比较暗 所以在低光的环境下我会建议玩家尝试使用一些低拍摄速率的设定值 像是24fps或是30fps 这样一来我们的感光元件所接受到的光线就会比较多 画面也就会明亮一些 OK 第二就是使用完整的感光元件 大家应该会很好奇说要怎么样才能可以使用完整的感光元件 其实就是调整适当的拍摄设定 那我们要使用4比3的拍摄解析度呢才能使用到完整的感光元件 只要是16比9的拍摄解析度呢就会只有使用到感光元件的比较中间的部分 所以举例来说呢我们应该要选择2.7k 4比3 1440p 960p 这样子的设定值 那么如果我们是使用4k 2.7k 1080p 或720p 我们的画面呢就会相较之下呢比较暗一些 OK 第三呢是调整我们的ISO值 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我讲ISO值非常多次了 但是我这边呢还是简单的跟大家做分享一下 ISO值呢越高我们的画面会越亮 但是杂讯呢会相对的比较多 ISO值越低我们的画面会比较暗 但是呢杂讯会比较少 画面呢就会显得比较干净一些 所以这个设定值呢要适情况做调整 最后呢其实要跟大家讲说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技巧呢 其实呢是要相互做搭配的 在低贯环境下呢大家可以尝试先从这三个设定值呢 去做调整 这样子呢会比较快呢去找到最适合的device设定 那么今天的教学分享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希望呢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可以给他一个赞 如果超级无敌喜欢的话呢记得可以订阅 这样子呢才不会错过之后呢的各个教学 那么左右两边呢有我之前剪的小短片呢 还有我之前的教学影片 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点过去看一看 那么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拜拜